说不定下毒者 醉翁之意不在酒 毒禽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什么意思 你们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司徒组长先前赌信妖灵 现在却肯让我们查找真凶 大概也是吓坏了吧 南姐姐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会不会是司徒多罗 想把包拯留下来 才故意下毒 多罗姑娘心性纯良 不像是歹毒之人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副意 指着你们男人的眼神 妖精都是纯良的 你吃了百年老臣醋 可真够呛的 毒禽醉毒在根茎 下毒之人显然十分注意用量 放的几乎都是植株 接近顶梢那一间 说不定下毒者 醉翁之意不在酒 毒禽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什么意思 波拉哥 你快说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突然有些想法 一闪而逝 没有抓住 那现在 我们该从何处查起啊 司徒墨欣被杀的背后 一定藏有很大的隐情 不如我们先从她的房间查起 大家将尸体安置妥当后 再仔细验试 好 走吧 墨欣姐姐的境况 为何如此之差 先前我听多罗姑娘提起过 一年前啊 墨欣姑娘被收养的时候 司徒夫人十分不愿意 但墨欣姑娘苦苦哀求 司徒组长见她实在可怜 还是将人留下 但司徒夫人不喜欢嘛 她自然没什么好日子过 怪不得 表面上看 司徒墨欣 温顺又勤快 就算是不喜欢 也不会那么讨厌吧 司徒夫人为何如此排斥她 天底下的人 要是都像你这么小 就没有那么多狠毒的继母了 司徒墨欣的境况如此凄凉 那她房间里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纸笔 说不定是不甘于现状 看上去好像是要给谁写信 不过司徒墨欣不是没有亲人了吗 谁说一定是写给亲人啊 那万一是写给亲郎呢 她怎么把厨房的东西 拿到房间里来了 这算旧竟然有香味 怎样 这闻起来不像是食物的味道 墨欣姐姐到底为何被害呢 司徒墨欣的死因虽然尚未可知 不过她既可能隐瞒了一些事情 看你们玩合适 她手上的那道伤口 你手上的伤口要赶快处理 没事 花土中有肥料 若不及时清洗包扎 可能会化膿 多谢公子提醒 我先记住了 据我观察 她手上的伤口 不像是割伤 反而像是划伤 划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